自从学会面粉这样做,我家孩子再也不挑食了 外皮酥脆掉渣,里面炫软,还有很多层 吃上一口葱香味浓,比包子油条香十倍,一起来看看吧 小碗中先加入两勺面粉 一勺椒盐粉,浇上热油,激发出椒盐的香味 搅拌均匀,像喷喷的油酥就调好了 碗中先准备400克面粉,加入3克白糖 3克耐高糖酵母粉,先混合搅搅匀 用230毫升温水和面,注意水温不要超过35度 加入白糖,可以让烧饼上色更漂亮 等到盆中没有干面粉,我们下手把它揉一揉 揉成这种光滑偏软的面团就可以 不用醒面,直接移到案板上,先搓成条状 用掌心按扁,表面撒点干面粉 用擀面杖轻轻地擀击下 擀成这种长方形的面片 例如调好的椒盐油酥 借助一个刮板均匀地抹开 撒上一把小葱花,增加葱香味 然后从一端把它卷起来 这样层次更丰富,口感也更好 然后切成8厘米左右的小剂子 拿起一个小面剂,把收口处捏紧实 防止油酥和葱花外露 然后向中间收口,捏紧实就可以了 先用擀面杖擀成牛舌状 表面刷上少许清水 撒点白芝麻 轻轻擀几下,这样芝麻就不会脱落了 口感吃起来也会非常的美味 按照这个方法依次全部做完 垫饼铛提前预热,刷上少许食用油 把做好的生胚放进来 表面再喷上一层油,锁住饼的水分 这样里面口感会特别的眩软 盖上盖子,中火先烙两分钟 时间到了,打开锅盖 哇,好香啊 表面已经鼓起来了 用铲子给每一个小饼都翻一下面 然后选择酥脆功能,再烙60秒左右 这样表面会特别的酥脆 再翻一下面 把饼的两面都烙至金黄酥脆 美味的椒盐烧饼就做好了,出锅 按照这个方法,依次把剩下的饼烙完 大家看看这个颜色漂亮吗 绝对比你买的烧饼还要香 这会已经满屋飘香了 这样好吃的椒盐烧饼大家想吃吗 保证你吃一次就想念三天 每一个椒盐烧饼表面都是这种椒脆的 表面有很多的芝麻 因为是烙的,多吃也不会上火 特别的好消化 用手轻轻一捏就掉渣 里面每一层都有葱花和椒盐 吃上一口就让你回味无穷 因为是发面的,里面是特别喧软的 老人和小孩都非常的爱吃 没有放什么添加剂 全家人都放心吃 喜欢的你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大家可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 感谢你的观看